邱盈盈的弟弟涉入总统府私燕案 被判刑两年八个月 没想到她在华航竟然也可以代罪升官 自己是业务专长 现在被调去掌管重要非安 直接相当于副总 有人质疑这是拿人命当儿戏 姐姐邱盈盈听到 差点骂死媒体 他们说这是不是把人命当儿戏来看 你是哪一台啊 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啊 因为那个是 什么叫人命当儿戏啊 我觉得你好低哦 我觉得你好低哦 民意代表竟然不回应人民的质疑 反而是以傲慢的态度来做回应 他过去还出一本书 叫做所谓温暖的 什么什么什么 现在来看哪里温暖呢 一本卖两百元 韩签名都卖不出去 外界痛批 看不见民进党虚心检讨 只见满满的特权跋扈 出了邱章信代罪升官 当时私燕案 时任华航副总的罗亚美 曾任邱毅人秘书 更是蔡总统口中的小美 2019年私燕案遭罢官 但同年12月 蔡英文拼连任 罗亚美捐了10万元 隔年1月小美再捐10万元 蔡英文1月成功领任 爱将罗亚美3月回国原职 各界狂轰难道捐钱表忠 就是看你的血统存不存正 看你的关系够不够好 看你够不够绿 根正苗绿 干什么都行的 你犯什么错没有关系 他就是觉得说 好像有关系的人就可以占缺 扶药之上 民进党或者小英的一个王朝 肆无忌惮 镜头前总统鞠躬道歉 说虚心检讨 没想到镜头后 民进党嚣张呛媒体 犯了错的爱将们 一个个回国升官 记者黄明君往志恒台北采访报道 如果有一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往往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小瞄一下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